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仅仅局限在晨起后 还有我们的睡觉之前 大家也可以饮水 在这里有一部分人会有疑问 每天晚上喝水不会让企业的次数 业料的次数增加吗 这还要看你喝水的方式 如果正确的饮用 是可以达到微机器补充水分的作用的 睡前到底应该多喝水 还是少喝水 对于这个问题 大家先要清楚的是应该喝什么样的水 如盐水 茶水 白开水 甜饮料 酒等等 这几个水为代表 除了白开水以外 都不建议大家在睡前喝 盐水跟甜饮料就不用多说了 一个是含钠量比较高 另一个是糖分高 都会在晚上给肌体带来负担 既不利于身体健康 也不利于晚上的睡眠质量 如果是茶水跟酒也是不建议的 大量的酒精进入肌体之后 还会影响肌体的呼吸系统 以及肾脏 肝脏的排泄 甚至是加重一些人的睡眠呼吸障碍症 从而让睡眠质量受到严重威胁 而茶水 它虽然在这里面是健康的 也用水选择 可其中含有的咖啡因成分 很可能发挥它的提神作用 因此 晚上大家最好的选择 就是白开水 选好了应该喝什么水之后 我们就来看看要怎么喝 最不建议大家的就是过量的喝 尤其是一口气 就会喝很多水的人 哪怕是肌体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喝得太多与之对应的肾脏压力会非常大 在这种状态下 肾脏的代谢功能远远长不上喝水的速度 还容易出现更严重的低纳血症 这种病症会出现头晕头疼 浑身无力 胸口闷等不良反应 如果你是用这种方式是不建议的 与此同时 晚上睡前过量的 胃机体补充水分也不好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睡眠质量 所以 最好的办法是适量喝水 在晚上喝150-200毫升的水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肾脏功能不好的话 可以在睡前的一个小时内喝水 在喝水时小口小口的补充 给肾脏造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对身体健康有益 至于很多女性都担心睡前喝水会水肿的问题 只要你喝水的方式是正确的 不以自信大量喝 并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且还不会因为晚上机体过于缺水 影响到组织器官 各位朋友 你在睡前有饮水的习惯吗 还会注意哪些事项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说说你对喝水的看法 啊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